地方可以把給給給對方那其他的話 RES 那RES裡面的話包含這個什麼Jobo Jobo裡面放的顧名思義就是圖檔 如果說你有很多圖檔 不過因為你覺得 一個問題就是說不像那個iPhone 或者iPad那麼簡單 iPhone iPad呢反正就是那幾個反正一家公司 它的Size 就是什麼iPhone現在領多說iPhone 3 iPhone3的GS 然後iPhone4,iPhone4S,iPhone5 那它的尺寸都很固定 反正就是那樣子解析度都差不多 可是不像Android Android的尺寸 從最小可能到2點幾吋 3點幾吋 4點幾 5點幾 還有平板的 平板還有分什麼7吋 還有8吋的 還有9吋的 還有10吋 一堆 那你每一個解析度都不一樣 你怎麼辦 所以你要針對不一樣解析度 給他不一樣的圖檔 那這裡面的話有這一些尺寸 那在那個Android裡面有相關的制定規則 你要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做Android的美工也不簡單 那你會發現現在 Android的那個美工方面的課程很少 App方面的課程 可是對就是那個App的美工的需求很大 那這部分其實就要研究一下怎麼怎麼做一些圖 那你會發現一個App要成功 最重要還是什麼 還是外觀呢 外觀 因為你如果說你App功能寫得很強 程式寫得很棒 但是一載入之後 那個畫面很多的話 可能直接就 人家可能就直接就就就就不好 直接就覺得啊 這你再再好用也沒辦法 所以啊 美工部分還是一個重點 那其他的話有Menu 這個Menu做什麼用的呢 各位應該知道那個 在影響會裡面有Menu鍵嘛 你按下去下方會跳出Menu 你可以從這邊去制定 那建立Menu的方法有很多 有一些是完全不用寫程式的 直接在這邊建立好Menu 然後呢 再把它引用進來之後 再把它載到你的程式裡面 將來就會有一個Menu出現 有一個清單 那其他還有Value 這個Value部分的話呢 一般就是怎麼樣 自竄檔比較多了 也就是說呢 我們可能畫面上有很多自竄 很多文字 那可能各位有沒有發現 就像同學有問到一個問題說 老師為什麼 這個地方會出現什麼呢 驚嘆號有沒有 驚嘆號 那我我前面是跟各位講說 如果你看到黃色驚嘆號 你暫時可以忽略掉它 因為程式不會有BUG 那可是你會想說 老師那為什麼這地方會有驚嘆號 道理很簡單 因為這個驚嘆號 它的意思就是說呢 你上面如果有自竄 請你不要自己打上去 它會希望怎麼樣呢 你先把它放到這個Stream裡面 自竄的支援檔裡面 到時候呢 到時候呢 谢谢大家